那么看这个沾女儿病 这是女儿 不是沾妇科 沾女儿病 那么沾女儿病 我们这一挂全都动了 只有一个摇 父母荧幕没有动 而且零白虎 父母荧幕没有动 而且零白虎 这一个荧幕其实就可以体会 就可以代表很多信息 首先这个荧幕是子孙的继神 代表孩子可能不太舒服 而且这个荧幕很旺 代表病情可能会很严重 但是它寻空 代表的是间歇性的 可能会有疼痛感 可能会不舒服 但是它可能也没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也是一个禁病 逢空则遇 对不对 而且父母慈室代表的是药 我们说这个 不是说父母慈室 这个父母荧既然是毒禁 那么我们吉凶在这一个荧上面 同时也可以代表的是药效不好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去参考用神 像这个子孙喂土 化虚土化净神 像这个子孙尘土 化无火化回头生 它全都是用神在往好的方向去变 而且你毒禁的这一个谣 也寻空了 禁病逢空则遇 对不对 那你除了取这些像之外 你在结果的这个判断上面 还是要以这个用神为主 还是要以用神为主 所以 古无有以毒禁之谣 而断硬期者 譬如此卦 荧幕毒禁 若不看用神 断银日生烟 这个荧幕它就是硬期 像这样的毒禁 它很容易定硬期的 这硬期往往就硬在这个毒禁上面 那么以 迎日断死乎 这个时候 也和老人就说了 你如果是毒禁 我是以他断生还是断死 对不对 予以此卦土为子孙 虽则修求 得四火无火 四火无火 动而生 然后化净神 又得回头生等等 你不管以哪个为 这个子孙 它都是好的像 所以认为迎日可遇 但是我仍然不敢断 为什么 毕竟是多动 只有一个摇镜 我还是再起一挂 以后老人的秘法 对不对 再起一挂 另其母亲又沾了一挂 那么母亲沾 依然是以子孙为 对吧 以子孙为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子孙 在这里面呢 是虽然得丑土克 但是因为有有精洞 所以丑土生有精 有精又生亥水 动动相连 尘土又化回头生 是吧 然后自己亥水 又化了一个银木相合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 对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好的信息 所以这个挂看的 也是好的 所以亥水 子孙化银木空王 净并逢空即遇 你看这里 他又看到空王了 前面他这个银木 他就看不到空王 他这里他又看到空王了 那亥水化银木 化空王 出空之日 一银日也 与前挂相合 对吧 余约迎日大银 木下并虽重 无妨 木下并重 前面那个银木 也已经告诉你了 灵月间的银木 又是克子孙的 又是祭神 他也告诉你了 无妨 果于迎日 沉珂复喜 此虽应前挂 一遥独径 然必应用神妄想 再得后挂明显 方敢以迎日觉知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这一遥独径